近日 第71集团军某陆航旅 在沿海空域组织直升机 远距离海上机动和实弹射击演练 检验陆航直升机海上作战能力 沿海某野战机场 多架战鹰挂载实弹听令起飞 在空中完成战术编队后 向海上预定区域隐蔽机动 途中 飞行员要操纵战机 连续飞行百余公里 全程保持超低空隐蔽飞行 从陆地进入海上飞行后 高温高湿的气象条件 和风向多变的海上环境 对直升机功率和姿态保持 带来一定的影响 通过这种极限条件训练 我们也探索了装备性能 锤炼了技术水平 经过长时间海上飞行 编队抵达预定空域 由于空气湿度大 目标岛屿被一层博物笼罩 加大了飞行员搜索识别 预设把镖的难度 借助机载观瞄设备 飞行员成功锁定目标 机组成员协同配合 连续发射多枚空地导弹 完成对把镖的定点清除 手轮打击刚刚结束 直升机就遭遇 敌防空火力模拟打击 飞行员随即发射干扰弹 并采取大坡度转弯等 战术动作进行规避 面对残存目标 飞行员再次建立攻击航线 对不同距离上的目标 实施综合武器打击 演练活动持续近十个小时 飞行员驾驶武装直升机 完成多弹种多方式火力打击 成功摧毁全部预设把镖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研究 跨海作战特点规律 探索实用管用的战术战法 进一步提升我们陆航直升机 海上作战能力 下面设计